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Shelina 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的Subaru 欢迎你收看我们这一期的Subaru节目 在上一期节目中呢 我们做了Subaru L-Bag和其他品牌的中型SUV的比较 发现Subaru有特赦的全轮驱动和轻度的越野能力 而且它的车内空间就是乘客和司机舒适性的设计也有独到之处 那既然是一个utility vehicle工具车 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看一下这个工具车还能做一些其他什么的 家庭用车的工具用途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拉货了 家庭用车的工具用途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拉货了 出门旅行周末买菜或者是到IKEA买了家具回来 用上的cargo space 就是它的货物空间越大越好 那O-Bag的货物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和上次一样我们和其他中型的SUV比一比 和上一期节目一样 我们用Chevrolet的Equinox中型SUV 因为这个车和SUV的外形尺寸和重量都与O-Bag十分接近 从数字上看O-Bag略长而Equinox稍宽稍高一点 在看数字之前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几个衡量车内空间的几个指标 看上去更像车车的O-Bag和方投方鸟的SUV比较 成绩如何呢? 从这个表上能看到O-Bag这个休闲旅行车 在这两个货物空间指标上都略胜一筹 没想到吧? 家庭用车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拖车 虽然不太常用 但是需要的时候呢还是非常方便的 拖车呢也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装一个trailer hitch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SUV用户都拖些什么 这个是拖车 或者拖另一辆车 有小艇的家庭就可以这么用 这样子全家长途旅行可以不用订旅馆了 这个看上去有点夸张 或许不是SUV的推荐做法哦 拖车能力Towing Capacity 是工具车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个指标除了检验发动机马力 更是对车体强度驱动能力 刹车能力行驶中的稳定度的考验 我们还是比较一下Altback和Aquinox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 在两辆车的六缸车行李 Aquinox的3500磅略高于Altback的3000磅 这个得益于Aquinox更大马力的引擎 而在四个钢车行李 Altback的2700磅则几乎是Aquinox 1500磅的两倍 想必是得益于SUV的四轮驱动强大的抓地力 既然是工具车呢 Cybra一定不会忘记了在它的Altback Forester和Crosstrek上面装上一个Roof Rack 就是这个车顶货架 可以用来很方便的车顶上面放你的自行车啊 滑雪板呢或者是创造更多的储存空间 别忘了Cybra还提供数不清的附件 可以让你的Cybra不但更好看也更实用 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Cybra 除了它的安全舒适外 在实用性上也独具降薪 它有都市车的舒适 还有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拖车或者是装货 无愧为是喜欢户外活动长途旅行 朋友们的最佳选择 非常感谢Cyra Monty Subaru 对我们这一次拍摄的支持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